而桃园警方在昨天深夜破获了一起绑架案 主贤呢曾经担任了宝岛歌王叶启田的国会助理 他策划绑架裁券行的老板 计划勒赎一千万元 还事先准备了头套跟电击棒 在犯案的第一时间就被警方逮个正找 裁券行老板刚下班嫌犯开车尾 所以准备掳人勒赎 埋伏原警一勇而上当场抓人 身材壮硕 他就是绑架案主贤 受人瞩目的是他曾经担任前立委叶献凶 也就是宝岛歌王叶启田的国会助理 叶启田过去竞选时张继良担任助理 会帮忙助选和选民服务 这次找来三名同伙打算以头套做掩护 策划绑架裁券行老板 掳人扰鼠一千万元 甚至还预备了电击棒要强压被害人 这个涉嫌人张先生 因为急欠了这个不少的钱 那他得知呢 这位这个被害人 他是这个经营 台湾那个叫台湾乐透 他知道他赚了 家中也算算这个蛮有钱的 昔日宝岛歌王的国会助理 随着叶启田担出政坛如今策划绑架 满桌作案工具 让认识有人不胜唏嘘 昨天新闻桃源总和报道